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 我们今天来持续追踪 台北市第二选区立委补选的 最新选情 马上为各位介绍 今天语谈的几位好朋友 第一位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大家好 第一位是这次立委补选的候选人 陈诗宇 温佳哥大家好 第三位是台北市政府发言人柯玉安 温佳哥好大家好 并没有更瘦 代表补选不利 第四位是时事评论员王时期 大家好 讨论之前我们进一段最新的相关新闻画面 就是尽力嘛 努力努力 Do your best 选举还是一样 其实像韩国瑜的一个 这个案例就让我们知道说 哇这个 推翻了很多过去这种 过去的经验 老实讲 我都觉得变成台湾进入海啸政治以后 一切变得越来越 不确定 所以在没有到 没有到开票结束 就是尽力嘛 努力努力 Do your best 所以这次才会一直来拉台陈思雨吗 不是都一直拉台的 总是选举该做的要做对不对 其实我想还有时间还有空间 我们会把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的投票日来用 努力争取选民的认同 就是无比加说就是现在 他说你们拉不起来了 如果市长在拉你们的话 可能会伤到市长自己的态度 其实我想各种形式的民调都有啦 那我们当然会做参考 但是还有时间还有空间就是努力 不是 不是民调看一看然后就不做事了 这很奇怪 市长那您看 是在网络吗 OK 刚才新闻画面是这个市长跟思雨 谈论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民调 你们做一些回应了 OK 我这边手板了 OK 这次参与补选的三位主要的候选人 包括民进党提名的前台北市议员何志伟了 那现在提名的前台北市议员观光传播局局长 陈思雨 何志伟是36岁 思雨更年轻32岁 这典型的清军世代 那国民党提名的是 资深的台北市议员陈炳甫 他先年是48岁了 之前我们所做的民调 所显示的数据是 这依据的新闻云独创的鸡尾九市的民调 在51岁以上 我们用手机做抽样调查 那50岁以下我们用网络所做的模型 来做这个手机的抽样调查 所以所有的抽样的科学工具 都是符合最新的时代潮流的运用 OK 这份民调在当初所做的结果是 国民党提名的陈炳甫 以32%的制度领先 民党提名的何志伟 以及现场陈思雨的15% 我们上次讨论这个时候 有几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当然这有一段时间 我们看后续的发展是如何 而一开始我们发觉说 女性的制度在陈思雨的身上 相对比较弱势 难道女生就会为难女生吗 这个部分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也请教一下思雨的观察 那比较年轻世代的部分 当然陈炳甫跟何志伟都是比较领先的 但是不是说你落后很多 可是过去我们都认为说 以白色力量出身的 年轻青春世代出身的陈思雨来讲 你应该在20到29对30到39 所以这部分应该要有非常相对领先的表现 那如果从我们的新闻云所做基于为90民调来看 并没有呈现出这个现象 那这个是前面的这个带状图来看 312 24跟陈思雨的15 那另外一个目前在网络上一个 很多人也会参考 叫做无情真实的未来预测事件部 他们所做的预测 他们的预测方式很复杂 说真的我并不是很了解 它综合各家的民调网络露出的声量 做一个加权指数的综合运算 有它的独特偏方 我不是很理解 但它做出来目前最新的预测 是在1月8号的时候 他认为何志伟的胜选的几率是高的 陈兵甫胜选的机会是低的 陈思雨胜选的机会是很低的 OK 是他用文字的形容 OK 那胜选几率从82% 18%到小于1% 这是这个预测机构他们所做的 那包括预测的变动表 它一直在变动从12月20号 一直到1月8号 如果看领先的何志伟 他从机会均等机会略高略高 均等均等略高到机会高 他目前这家做的是认为 何志伟的当选几率是步步走高了 那陈兵甫大概在中间了 那思雨的这个部分 看起来就从机会均等一开始 到慢慢变成机会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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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呈现一个持续性的落后的状况 那思雨你有一个说法说 民调落后我没有再怕 我要做选民心中的第一 年轻时代我跟你绝对不客气 我们都面临过很多严苛的政治挑战 未来你的政治路上挑战会更多 我的老朋友台大社会系的朱俊朱老师 今天看到这题目就回应说 做选民心中的第一 阿贝的子弟兵很阿Q哦 OK综合一下这些民调对你的意义 未来离投票27号大概不到20天 OK你最后的关键性作业是什么来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选举 当然第一个它时间非常短 那从我在完成观传学的交接 到现在大概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在这里面我觉得 在这个选区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是其实士林大同是一个传统绿营 得票率非常高的选区 而且它选民结构其实是以年纪长者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比较多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再加上其实 这个区域的绿色艺员也非常多 那所以在组织动员力上 确实最近很多人也跟我讲说 怎么动不动好像路边就有办八十几桌 那不然就是有大型的音乐会 就有大型的演唱会 还有大罐的饮料可以喝 对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但是常常就发现 好像走进去就有餐会 走进去哪里就有做谈会 所以要在这样子一个传统绿营的选区里面去做选举 其实说真的是有相当的难度 但是没有问题 我觉得我愿意站出来 我就会站到最后一刻 那另外一个以选举制度来讲 其实在立委选举跟一般议员选举是不一样的 除了它的选区在议员上是士林北投 但是在这一次立委选举 第二选区它是士林切一半 也就是它有天母的地区 这个是归北投的 所以它是士林切一半加上大同的全部 那在这个区域里面呢 其实确实它有非常多的 刚刚讲的 在选举制度上是单一的对决 所以它不是复述的选举 没有选出超过一个席次的时候 其实我想蓝绿 在这一次激烈的选举下 大家都希望把选情打冷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要求说 候选人应该做财产公开透明的公布 因为我自己是因为当局长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做财产申报 所以我的资料你只要打陈思雨财产 其实我所有的车子传款 然后还有我的负债 负债都很清楚 全部都看得到 我有上去查过了 对对对 事实上你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有钱 是是 施党说说你不是出身贫穷人的家庭 但我同意 但是建民兄是我老朋友 陈建民你没多有钱 对我是很有钱 谢谢 谢谢议员 而且建民兄也常过讲说 我这个女孩 他说不用他疼 爱他教 要教啦 我想爸爸对你的期待是很深的 我也看了的确 我常讲净值的概念 net是说到底剩多少钱 我一点都不在乎 你有三亿跟三百块 在资本主义社会 那完全没有什么意义 重要的是什么 clean 那个净 对干净的净 你就算只有 5万块的存款 如果它来源不干净 我都值得我要好好追究你 对 所以我比较从这两个角度去看 不好意思打断你 所以就像刚文家哥讲的 我们要强调的应该是 所谓财产的净值 干净的净 那当然金权政治也不是问题 但是金权政治的问题点是出在权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 很多像我上次上节目 那有民众口音进来问我说 因为我叔叔是阳性的独立董事 那他问我如果选上了 会不会进查证委员会 你能不能公开宣誓说你不进去 我说可以啊 我可以表态 因为我的专业是观光 所以我绝对不进财政委员会 那我也没有包袱 因为我没有党团嘛 所以我不需要去做利益交换 我什么都不需要 所以我绝对在这里承诺 不会进财政委员会 那当然我们在选区也有很多的案例是 可能家里有经营相关的事业 但是他们家里也曾经有例子是 都在财政委会当交委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应该 跟选民做清楚的说明啊 那你进去的目的要做什么 你要拼经济是要拼谁的经济 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要跟他来做说 是您后面那段说法应该是指何志伟 这个他们家对 男性家族 在地方上是很有名的 我想任何人的出身背景 都应该被用同样的角度去检视 不是说我用这个眼睛看何志伟 我就蒙着另外一眼去看陈炳甫 那是不同的了 OK这个小明兄 上次我们公布这个民调的时候 您在现场 您对这个结果 你应该是认为不意外 您只认为说丙辅这个议员 最后应该会胜出 你也认为说目前施宇看起来 相对比较弱势的民调 你认为有个战略性上抽 你会不会愿意在现场 再跟施宇做一个分享 我先讲原始的就是民进党 我们得7万票 就是我想丁跟瑶跟柯 这基础 当然不尽相同 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那民进党5万当然低估 因为瑶文之弱 有些票被七宝给柯了 柯是10万 我认为这三个党应该差不多 应该是777 三分天下 我认为差不多 各有7万票的 因为陈思宇不是柯文哲 那何志伟比姚文哲强 所以基础点是完全一致 先讲分母 再讲分子候选人 就是 因为其实 那个施宇最大问题是什么 他条件都背棋 他们家陆军 他爸爸的形象也还不错 他们家当然算有钱人 可是也不是像杨夕那么有钱 也没有我那么有钱 他们算是一个 比较敦厚的家族 就比较内敦敦厚 以前从国民党本土派 然后支持李登辉 这样子一路来的 好 那现在他的问题 困境只有一个 你看他从上个礼拜到现在 已经多5%了 好 我们最关键 陈炳甫的票 是跟何志伟跟陈思宇 没什么关系 是 大家同意把这逻辑 好 简单讲 如果他们两个扯平的话 那就是陈炳甫赢 他们两个发生气宝 就陈炳甫输 就这么简单 好 那今天上次做 陈思宇是10还是15 那何志伟是24 今天选举还有18天很长 非常长 非常长 所以接下来看 接下来的黄金的10天 就是15 如果去搞到20 何志伟24 也搞成20的话 那就 阿贝的威力才会出来 OK 然后你听懂我的大概念 我知道 我知道 对 我认为陈思宇的 就是未来10天 冲到20的话 他就有能力进入决赛圈 他又进入 先棄保了这个绿的 何志伟 何志伟 然后再取得跟陈炳甫 PK的机会 这个是基本的态势 那你说奇怪 那你为什么我也把陈炳甫 讲那么强 是我们是国民党 不是 因为他是比国民党强的对手 对他们来讲 因为他的大同是有绿的票 他的大同是吃到 不是思宇是吃到何志伟的票 在大同 传统的 因为何志伟没在那边经营过 没在那边当过议员嘛 对 所以这个选举 我认为 你看柯文哲笑成那样 他想的 大概可能跟我一样 就先搞成20比20 然后再来操作棄保 那接下来呢 就是你爸爸就看 能够出多少陆军在士林 尤其在士林 那个传统的那种老社区 那今天 你们的心病是在社子岛 那何志伟、社子岛这几年很用力 那可是社子岛以外的士林 是他的强项 那我们的强项在大同 就是从世代 从政党的分析 从地域 要方方面面都要谈 今天对陈思宇来讲 新闻好坏一点都不重要 没新闻就是最坏的消息 有新闻就是好消息 因为陈思宇最基本 他对于白色力量的 选民的年轻选民的知名度 要跟学姐拉齐吧 这基本吧 是 学姐搞很长了嘛 搞了半年他临时来嘛 所以这个就是他最大的课题 我的看法讲 是 OK好 这个预案要回应之前 我在追问一下 这个思宇一个题目 你一开始宣布参选之后 有几次的发言 引起很多的网路上面的正负 不同意见的评价 包括说连胜文们 那后来又有人说 哎呀你的存款也很多啊 你自己是个有钱人啊 你的阶级属性到底是什么 提出很多的争议 我们知道麦影 在最近有一个功能 把那个什么 留言可以把它收回 所以有人写了这么一句话 在今年的简讯文学里面 他说现在终于可以实现 所以请你收回刚刚那句话 对前面那些说法 你认为有没有收回的必要 说没有 说了就是说了 对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 连胜文们 其实我觉得要回到 当初为什么会说 这句话的时间点 因为在当下其实讲完 第一次参选嘛 我是第一次当政治行人 第一次参选 那当然媒体就问我说 刚看到黄国昌老师 在脸书上写说 民进党的提名 是薛林的儿子何志伟 感觉到好像金权政治 又开始复辟了 所以我才讲了这句话 当然我对林先生很不好意思 但林先生也已经 正式宣布他要参选了嘛 那我觉得在这边 是要再次强调 是因为当初有 这样子的一个问话 我才做这样子讲 那又回到说 我觉得重点是 财产的禁止 是最重要的事情 金权政治最有问题的地方 就在全 禁止是干净的禁还是 干净的禁 干净的禁 多少不是问题 干不干净才是要检验的 所以我们才会提出 我才会讲出这一句话 那也许是在媒体的 一个播放之下 剪了片段 并没有听到完整的那一文 所以你的连胜文本 没有回收的必要 但甚至应该更具体的聚焦 说候选人有多少钱 不是问题 钱的来源干不干净 应该好好去想 你有看到站入口了吗 一直都有 他的选举 因为他很美 他就要炮头露面 所以他的选举 就是一直出动 我同意 我同意 我没有反对 就是他一定要在人 永远在人群里 他的组织叫他把他弄 他自己跑自己的 就举例说我教你一招了 那个前两天 昨天新闻我们做很大 那叫做高嘉瑜的党移板 对 那你就发动 1000克里的粉丝 把你的哨艺 贴在安全帽上面 是不是 对 谢谢 你不要理他 他都乱铁铁铁 就是害你 还是帮你 你想清楚 他的选举就是非常热闹 白色就是年轻好玩很炫嘛 不然就这样子 其实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 摄子岛的这个决胜点 但是我们也发现 这次柯市长在摄子岛的得票率 其实是姚文志跟丁守忠 加起来还没有超过的数量 那在这几天 我也在摄子岛做扫街的时候 50岁以上算是终身呆 他们宇宙的心肠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在这里住了50年了 我外面的马路从来没有变过 我的房子从来没有整修过 所以我们对柯市长对改变的期待 是非常大 在这次投票你们应该都有看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会努力的去争取 那也看见 其实台北市是需要改变的期待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